大家好 我的主題叫做 回馬槍事檢照法 讓你成為全場焦點 定這個主題只有一個目的 叫做自知死地而後生 這樣讓我沒有退路 一定要把它講好一點 免得前面的預告片 回馬槍事檢報法 其實因為我們只有九分鐘 要講檢報的話 其實我們用一個比較激烈的方式 就是我前面五分鐘 先報告一個主題 那個主題就是長生於清大的 瘋狂助教 可能這個主題有些人 現場有聽過 後面四分鐘是新的 有聽過的人麻煩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爭一隻眼 第一隻眼 周一杰倫 蔡依林那首歌 讓我認清一次 所以我們等一下 會直接先講五分鐘的主題 就是長生於清大的 瘋狂助教 好 那我們先來開始的 大家好 我叫做 陳時玲 清大數學所 碩二 目前現在是碩二 然後擔任101 全年度兩學期為七分助教 這時候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連續兩屆獲得傑出教學助理 這時候沒有掌聲最不可思議 謝謝 就是很感謝焦點給我這個舞台 我在那時候十五分鐘到二十分鐘的分享 最後一分鐘就有宣傳焦點這個棒的活動 今天都沒有來 今天都沒有來 今天都沒有來嗎 沒有關係 先預祝焦點那個 就是那個 連會勝利堂 接下來 然後接下來 那時候 承認救國團八天七夜的環台刀人 那這個跟上面有什麼關係呢 完全沒有關係 只是純粹是不想讓畫面空白而已 所以像畫面不能空白 人生不能留白 所以在開始之前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有什麼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KD你的簡報 哦 謝謝 可不可以等一下馬上幫我創立一個粉絲團 就交給你了 好不好 那我再替一位分享就好了 我心中有個答案 幫助 幫助嗎 幫助嗎 幫助別人嗎 造就別人就是等於成就自己 欸不錯 這個答案不錯 那我心中其實有個答案 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快樂 但是在快樂背後 其實印藏著一個邪惡的語論 叫做馬斯洛普需求結論 好 那為什麼說他是邪惡呢 因為他其實我們平常常常在用 但自己全都知道 那我們就來稍微回顧一下 我們小周學的馬斯洛普需求的語論 最下面是生理需求 也就是活下子 好 安全需求就是住在一個地方 有個地方可以住 社交需求就是愛 好 然後尊重需求就是自尊 好 然後最上面是自我實踐 最上面 金字塔這上面的是滿足他越快樂 但是你一定要先從最下面 往上開始滿足 好 思想你這時候如果吃一個蜜糖吐司 被蜜糖吐司噎到的時候 這時候養息的需求就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人愛你 雖然很慘 但你不會馬上死掉 好 那所以說我們下面三面 滿足會我們最上面自尊 自尊只要是人就有自尊心 可能果胎沒用 好 那我們最上面自我實踐是非常的重要 像我們剛剛九位在上面報告九分鐘 就是一個自我實踐的過程 那我自己的自我實踐是什麼呢 下一頁 好 就是結束住校的獎狀 對 我們有注意到兩個 那個教務長都是同一個人 好這 就沒有飯了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比起政治 在學校工作還是比較安全 好 那我們下一頁 這是學生給我的回饋 就我最喜歡十一條 住校三課超級有好玩 以幽默搞笑 又不是專業的教學方式 把死去成真的微積分 都教的具有生命力 能給這位助教教教到 只能說是Hockey啊 根本就是我微積分的救星 好 那究竟是怎樣的演習課 讓學生能衝出教室 像怪獸大學的怪獸一樣 就大喊說 演習課哪好玩 我們看下去 好 這是我教學三部曲 我自創的第一步吸引注意力 吸引注意力一定要在第一堂演習課的時候 所以這時候 我們在第一堂演習課的時候 我會有特別的設計 像那時候我就會問他們一件事情 請問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對 然後接著就是那個 教學自我的系統就出來了 然後接下來如果 除了剛剛那個東西之外 我還有另一種方式 因為我們馬上就要接入到 我們的微積分嘛 我們要講正題嘛 那講正題怎麼辦呢 我們一定要先從日常生活中取材 所以我會講一個例子 就是其實極限的概念 遍布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像早上醒來的時候 看著鏡子裡的自己講說 今天的我沒有極限 就是極限就是不存在的例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極限的存在的例子 什麼 之類的 那如果去世分享的話 去世分享的話 去世分享的話 因為我們七大有個中塔 在跨年的時候可以上去喊 新年經濟旺 我會叫他們上去喊 新年經濟旺 就喊說 那個 我今年微積分一定要害怕 馬上就開始害怕了 因為他有去高證 對 然後如果堅強的實力 它有分數學的實力 跟教學的實力 那教學的實力就是自我教學系統 那這個的話 因為今天沒有時間 所以各位回去Google一下 那是我自己拍的教學影片 兩分鐘成長教學的 好 五分鐘就到這裡 好 那我們五分鐘後 回到五分鐘前 時光到尾 我們看一下 我們剛剛到底用了哪些簡報技巧 我剛剛用了哪些技巧 好 開始 簡報發大招 第一招暖場 暖場的話 自己與現場 因為就有點像唱歌 你一定要先讓你開場 所以說我的方式 就是剛前面那兩分鐘 簡報預告片 對 自己與現場要同時暖場 那是最佳狀態 好 第二個 拔字尺理論 這是什麼東西呢 試想一個情況 就是醫生打你完麻藥之後 會跟你講說 我還沒有開始要拔 還沒有開始要拔 就把它拔起來了 有沒有 這對應到我們剛剛來的部分 就是我說 我們在開始前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 那這個拔字尺理論 有什麼功用呢 是 藝術是什麼 就可能 比方說你可能 在跟你的 要募款 要跟卡士達募款 你不可能一開始說 我想要募款十萬 你一定是 慢慢的鋪陳 慢慢的鋪陳 就說我這個有一個焦點活動超級棒 我會再幫你帶來人氣 什麼之類的 慢慢最後鋪陳到募款 之類的 對不對 拔字尺理論 但是沒有錢 真的嗎 好 那卡士達可能要 嘗嘗一下 好不好 年會 這一定要辦年會 語調與肢體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老師 給我的靈感 就是他們最常用的這一句 我沒有說你偷錢 因為語調與肢體其實是在 表達中佔法甚至93% 文字才佔7%而已 所以我稍微在這裡練習一下 我沒有說你偷錢 這是一種 我沒有說你偷錢 做在家之體 我沒有說你偷錢 我沒有說你偷錢 這種表達方式都不一樣 那現場可能 找個比旁邊的同學 練習30秒 好 請開始 我沒有說你偷錢 這個現場我超級喜歡的 其實我只是想試試看大家 會不會練習而已 謝謝 對 不肯精態 不肯精態很重要 對 就是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一個很喜歡撲梗的人 就是 你永遠告訴我一句話 堅定永遠不回頭 即使你背上插了很多把刀 還是堅定永遠不回頭 不要回頭把它拔出來 就像我以前 我那時候 就是剛剛 就是可能我想要撲梗 學習撲梗的時候 當我站上台的時候 就發生那一件很久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講的那個梗超級爛 全場鴨切無聲 就是面面相去 那時候就覺得很尷尬 不過我那時候告訴自己一定要堅定 所以我就 因為不亂 把它講完 然後繼續把另一個梗 更暗的梗 講出來 對 一定要堅定 有點不回頭 好不好 肌皮良那首歌 下一頁 簡報趴那招 押韻能讓整計畫突顯出來 就比方說 讓我們不分藍綠 一起為這個地球禁地 押韻整計畫就會突顯出來 好 接下來即將進入今天的主角 回馬槍是簡報房 那這個是什麼呢 想像一下 就可能是 比方說 假設這個是一把 那個標槍 你刺的時候 你第一下 不管你有沒有刺到 你一定還可以這樣 我以前過來再刺第二下 嘿 不能可以一直刺一直刺 一直刺 這個是我跟月亮交換的比 他說這是工程師第一把 第一把筆 他的焦點就是從這個筆 他這樣點一下 焦點 就創立了這個焦點 喔 OK OK 我馬上講完 只剩兩張頭影片了 好 對 他的想法就是先變一個魔術 你後面再拓解那個魔術 但重點是 你不能跟觀眾講 你再變魔術 對到我們之前的哪個部分呢 我一開始我就問大家一個問題 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直到後面 我說我在演習課中 會問做什麼事情的 也就是人生 我會問大家說 人生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連續用了兩次 同一件事情 但是他 賦予意義 不同的意義出現 這會造成一個現場 一個比較 就是 會有點打到你的臉的那種感覺 就可能 你們可以回去練習看看 就是同樣的事情 以不同的形式 出現在這張簡報 兩次以上 或者三次 但每一次都是以一種 不同的意義出現 就是這個可能 我們只好回去想一下 對 或者是可能 右鳴回立雕士簡報 你把回立雕丟出去 一二下經過你的時候 會打中你的那種感覺 對 那結尾方式的話 其實試著要把氣氛 鋪成到最高點 那我以前有用過一句 就是 祝大家 能夠通過你的人生 黃金交叉點 然後在人海蠻黃中 成為焦點 就是可以把氣氛鋪上去 而且剛好符合這個地方的 焦點的部分 那臨場反應的話 凡事都會有變化 像其實我那時候 講助教 15分鐘到20分鐘的時候 我習慣是慢慢鋪成 慢慢鋪成 鋪成到最中間 自我教學系統 那是我最重要的 最接近我 真實的我 的時候 我發現我們那時候 現場沒有網路 那個影片跑不出來 對啊 不過還好那影片 是我自己發明的 所以我可以自己 把那個理論講出來 而且那個 就是那個 主辦單位其實對我蠻好 所以其實其實網路 沒有 沒有出來也沒關係 但重點是 就是要領我出爛 好 那我們稍微 複習一下 今天大概講了什麼 就是一開始問大家 人生最重要的信息是什麼 好最重要的信息是 快樂 快樂背後的邪惡的理論 就是馬斯洛 需求理論 欸 我馬斯洛基理論怎麼變成這樣 其實這才是真正的 馬斯洛需求理論 因為剛剛沒有網路 所以這邊才沒有出來 好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其實 就是 我是根據利偶的臉書 貼到的 喔利偶在這 沒有去擺攤對不對 還在這裡 其實擺攤也是有網路嘛 所以這才是真正的 馬斯洛需求理論 最上面的是 網路需求 最上面的是 那個 自我實踐 好 真的是最後一頁 好 然後這一頁 其實就是我在助教的應對 幫焦點宣傳的那一頁 就是我就講說 有個焦點 那個活動 是由月亮跟阿峰 就是建立的 然後它是給小人物 也能上去講的一個平台 超級棒 然後我在那邊 其實有講了 有一個主題 八天七夜的環島之旅 然後另一個就是可能 跟我交學有關的 分享一些教學的小朋友 對啊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 往那兩個地方 想要跟我有一些交流的話 就搜索這個 我的錯號叫零食 因為我知道很多美食 所以 人如其名 遠近此名 零食 對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這些助教到底看的是誰呢 看的鐵定一定是 就全心全意奉獻在教學 跟鋪等上的一個人 所以說 那個自我實踐是非常重要 所以 祝大家都能夠自我實踐 在今天以及未來的你 沒有極限 謝謝大家 的 您